我们荣华国中是以修身心 勤学习 爱乡土 积国际 为我们学校的愿景 勤勉培养学生具有真诚自写 勤勉精进 在地情怀 以及宏观的视野 透过丰富多元的教学 能够协助学生探索他们的兴趣 培养他们的能力为目标 在校定课程部分 我们是以永续校园为主轴 融入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简称SDGs这样的信念 建立一个自然人文的校园 在绿色节能行动方面 我们是也在落实能源的家常教育 所以我们参加我们高雄市108年永续城乡 以及力能的校园博览会 同时也参加108年的能源标杆学校 我们也荣获了优等奖 在自治教具的部分 我们有高效能的太阳炉 以及脚踏车发电 风力发电 以及好神托发电 这样的项目来参与相关能源的竞赛 都荣获优异的成绩 在建设能源设施跟场域的部分 是以我们楼顶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为基础 建立太阳能发电的VR的虚拟实境 让孩子能够实际看到我们整个场域 我觉得节能教育课里VR那个课程最有趣 因为我们可以不用到实地去看 那里是如何进行节能的 我们就是可以透过VR的方式去看 就像我们有去台南的那个风力那边 去看他们的风力是如何运转的 我觉得能源教育课最有趣的是 到顶楼参观太阳能板 因为平常没办法接触到这些设备 然后也了解到许多其中的科学原理 那在学校的永续愿景目的呢 是要发展能源的专属的校定课程 这个名称叫做龙华能不能 希望透过这个龙华能不能的校定课程 让孩子更有参与度 以上种种都是希望我们全校所有同学 都能够重视能源教育 我喜欢能源教育课 耶 那些人不需要是希望你如果能够求 我们下宾的高石 我们下宾的高石 这个好球 我能够红柯能不能的 我们下宾的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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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宾的高石